第21題,第21題到23題是題組,丁丁選用在水中可以完全解離的氯化鈉進行溶液濃度的實驗,調注出一杯濃度為兩大胺600毫升的氯化鈉水溶液,請回答21到23題。 第21題是問,丁丁將此溶液分裝於兩艘杯中,體積分別為100毫升及500毫升,則此兩杯溶液中所含有辣離子的墨素比為何? 我們曉得氯化鈉會解離出鈉離子跟氯離子,它的墨素比是1比1比1,也就是氯化鈉的如果是1墨,鈉離子也是1墨,他們的比是相同的。 那我們又看到我們的墨濃度是體積分之墨,所以如果我們要算出墨的話就是墨濃度乘以溶液體積,現在是一個溶液分裝在兩個燒杯中,所以它的 墨濃度是一樣的,於是我們看到我們的體積比就是墨素比,墨素比就是體積比,那我們現在是100毫升跟500毫升,所以它的體積比就是1比5,也就是我們所含有的氯化鈉的墨素比就是1比5,也就是我們 因此第21題問我們說,則此兩倍溶液中所含鈉離子的墨素比為何?我們答案選的是C1比5 所以我們在一起跟6比5x4的墨素比, 或積比5x4的墨素比, człTw 5x2的墨素比,需要嗎? 對不起,小1比5x4的墨素比、暨素比4x4的墨素比5x4的墨素比,小1比4x4的墨素比,小1比3-5的墨素比,小1比4x4的墨素比,小1比3-5倍就更大,